如何用诗经取个倾国倾城的好名字? 名字,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标志,是给予我们生命的厚力,而我们中国人向来对启明这件事十分重视。 一个优雅眷勇的名字,不仅仅是美好西记,更是对一生命运的写照古语云女诗经,南普辞,文文语,五周易。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那些字词,不光好听还富有美好的含义,你看看这些名人的姓名,是不是都美诈了? 图悠悠,要学家,路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小雅露铭,悠悠露铭,时野之评,悠悠,是露铭的声音,以下还有悠悠露铭,时野之浩之举。 王国为,学者,人间词画作者,大雅恩王,王国可生,为周之真,为,为戏,真,之著,栋梁,王国为出名国真,也是来源于本句。 周邦彦,北宋诗人,诗经正风高求,比其之子,邦之艳逸,邦彦亦为国家的人才。 林徽音,我国昭明建筑师,诗人,作家,诗经大雅思齐,大四四徽音,则百思难。 梁思成,我国昭明建筑学家,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专家,诗经商颂纳,汤孙奏家,随我思成,思,为语记住此,成,即成就之意。 雄瑶,中国当代昭明作家,编剧,影视制作人,诗经未封目光,投我以木头,抱之以雄瑶,雄瑶,即美誉的意思。 一个好的名字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,怎么样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好名字呢? 让我们一起从这些美好的诗词里,去选择适合你孩子的名字吧。 静书被封静女,静女其书,似我于成于。 珍珍,周南陶妖,陶之夭夭,其也珍珍,珍珍,茂盛茂,伟同。 被封静女,同管有伟,说异女美,同,红色,伟,光彩,如云雍封君子偕老,沉发如云,不屑敌也,如云,像云一样众多,正风出其东门,出其东门, 有女如云,屈人相夫人,久宜边夕并饮,灵之来西如云,灵雨,拥风定之方中,灵雨寄岭,灵雨,即时雨,蓬蓬拥再迟,或请其也,蓬蓬其脉,蓬蓬,草木茂盛茂。 巧妾,美叛,魏风说人,巧笑倩兮,美目叛兮,陶陶,王丰君子洋洋,君子陶陶,陶陶,快乐梦。 佩酒,王丰秋中有麻,别留之子,以我佩酒,佩酒,佩戴用的美语。 伯庸,离骂,镇黄桃约伯庸,正则,灵君离骂,名语约正德西,字语约灵君,正则,公正而有法则,灵君,灵煞,君调,慢如,离骂,路漫漫其修远西,无将上下而求索,望书离骂,前望书始先驱兮,望书,神话中未月驾车的神。 成美,离骂,懒茶草木其游未得兮,启成美之能当,成,美语,云骑。 离骂,驾巴龙之晚晚兮,在云骑之威仪,云骑,会有云泥的旗帜。 晨凉,九哥东黄太一,即日兮晨凉,晨凉,戏凉晨之道稳,只好时光。 安哥,九哥东黄太一,舒缓节兮安哥,安哥,神态安详的唱歌,有一句唐诗说,安哥宋浩音。 一修,九哥香卷,没要秒息一修,一修,修是得宜,恰到好处,阳陵阳陵。 九哥香卷,恒大江西阳陵,阳陵,一说及阳陵,阳帆前进,度若九哥香卷,采方周西度若,度若,香草名,又名山江,古人未复之令人不忘。 上下文中还有渡横,一乡草名。 记名,九哥东运,夜角角西记名,记名,天色明亮,诗经大雅争民,记名且者,以宝其身,从这里演变出明者宝身的成语。 宣飞,六哥东运,宣飞西翠增,展师西会武,宣飞,飞翔,成语,九章涉江,云飞飞而成语,成语,至山中云气旺盛而与屋檐相承接。 怀锦九章怀沙,怀锦莫鱼西,如果学大师南怀锦,家树九章局宋,后皇家树,局外福西,家树,美好的树木,譬如宋氏三姊妹的老爸宋家树。 一摇,九章杯回风,一摇摇起左右,一,飞动,摇摇,摇摆,艳艳九变,被河岛之艳艳细,艳艳,漂亮轻柔的样子。 紫佩,正风紫金,青青紫佩,悠悠沃斯,紫佩和紫金在这里都指对方的衣饰,从而代指对方。 思柔,府田之师三户,赐功其求,知酒思柔,思事助辞,柔指柔和,形容美酒温和。